- 破晓之剑M 命運騎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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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是一款放置的 RPG 手機遊戲 - 主打日系清新的手繪風格 - 故事的背景在王國統一50年之後 - 曾經的國王秉飾了 - 王國被分成4個國家 - 使得原來和平的大陸陷入混亂與衝突 - 玩家將扮演年輕的騎士長 - 必須揭開這些謎團 - 才能夠找到真正的敵人 - 一開始共有兩個主角可以選擇 - 選誰都沒有關係 - 戰鬥部分就是我們常見的放置類型 - 將人物放上去之後 - 角色們就會自動戰鬥 - 每回合都會累積怒氣值 - 就可以使用角色的專屬技能 - 遊戲中最有趣的就是組合的合體技 - 每個角色都會有互相羈絆的關係 - 當相同羈絆的角色上陣 - 就會觸發合體技 - 也能夠大範圍的攻擊敵人 - 重點這些合體技 - 只會消耗前面那位角色的怒氣值 - 後面的角色還是可以使用專屬技能 - 讓遊戲的策略玩法變得更加豐富 - 每當等級達到一定程度 - 玩家就可以突破 - 在突破之後 - 就可以增加角色的屬性 - 有些角色還可以增加不同的填付技能 - 後期也會有不同的玩法 - 像是英雄騎士路 - 就是有得到羈絆的角色 - 就能增加該角色的能力值 - 或者是領地系統 - 就可以增加防止的資源 - 木崎遊戲在今天已經正式上市了 - 那我們來看一下遊戲的滑遊畫面吧 - 阿伯麟 - 加了 - 是 烏克的 - 我是神的代行者 - 刷牙 - 出了 我需要再用一種感到的 太多的 我需要再用一種感到的 イリス 心配 你是 而言 不可能 是 我受到 不可能 不可能 失控 不可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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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